就在前幾天 曾有今排之而知稱的香港藝人何守信九為露面 他從加拿大返港與一眾圈中好友聚會 已83歲的他 狀態非常好 不知道是不是在國外逗留的時間長了 何守信連愛貌都障礙過人 一頭銀髮不顯露 臉色非常好 他身材與容貌都保養得宜 顯得風度翩翩 與何守信聚會的資深藝人林堅明笑言 何比在50年前就已經長得狠老 所以觀眾直到現在都覺得他沒有變化 何守信在2018年宣布退休 隨後返回加拿大陪伴妻子陳麗絲 夫妻二人享受寧靜的退休生活 其實何守信狠狗之前就已經移民加拿大 但他為了工作往返於加拿大與中國香港 與妻子長期分居 難得陳麗絲可以忍受丈夫常年不再家 二人婚姻非常穩固 何守信在60年代末加入TVB當體育評述員 後來成為最紅綜藝節目《歡樂今宵的台處》 同時他還是TVB的大壽主持人 連續主持十五屆香港小姐競選 因此被稱為金牌絲儀 何守信在1987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 自1992年返港擔任奧運主持 1994年何守信再次返港並跳躁到亞洲電視 2008年何守信回到TVB工作 與毛信君、黎耀祥等人主演情景劇《不打自己人》 飾演好玩霸老闆恩·戴德 2011年何守信淡出幕前 他加盟香港電台早晨節目《開心日報》 一直做到2018年 何守信之所以有名 除了是電視台最優秀的主持人 他的感情生活也豐富得令不少人羡慕 何守信擁有無數前女友 全部都是超級美女 其中包括TVB還原的亞者汪明荃 何守信曾經有《花黃的青夫》 有轉他在80年代主持歡樂今宵時 身邊已有汪明荃這位優秀女朋友 依舊照顧後背積美珍、景代音及廖安麗等一眾小花彈 因此被圈中人風為花黃 以似他像圓丁一樣照顧嬌嚴的鮮花 何守信是家中獨子 早年在中國海南島生活 10歲定居香港深水埗 其父親是一名機械技工負責修理汽車 1969年他經鍾景輝介紹 加入無線電視兼職擔任出國等體育節目旁述員 也旁述過世界杯足球賽 在1972年他正式成為無線電視合約藝員 並且成為無線電視史上唯一的職藝員 並加入長壽綜合性節目 歡樂今宵當主持至1987年 翻查過往資料香港小姐舉辦了47屆 不少重量級詩儀 增擔任港者決賽主持 其中今排詩儀何守信就造足15屆 爭先後與劉家傑及黃瞻等人拍檔 絕對是元老詩儀 1977年街市一度對無線的藝人 進行大規模高薪畫角 何守信也在其中 在無線得知街市給何守信提出 加薪80%的條件時 也決心召見他 並調整其身水進行環流 最終成功 由此可見 何守信在無線相當有地位 只不過在後期 他卻因為一羅康的桃色飛聞 而明星敗壞 不得不在1988年離開KVB 都被走加拿大 何守信1973年 與香港電影演員鄒家衛結婚 不過這段婚姻僅維持了兩年 曾有轉他們因為被汪明荃介入而離婚 何守信與汪明荃因工作而認識 當時兩人各自有家庭 汪明荃與歐家衛認識並是好友 一開始何守信與汪明荃合作 此是普通同事關係 但隨著兩人合作次數增多 他們被觀眾風為金牌搭檔螢幕情侶 私下也出雙入對 舉止親密 1975年 再一節目裡 何守信忽然牽著汪明荃的手 遠如熱戀中的外人有說有笑 可視 汪明荃明明是何守信的 妻子歐家衛的閨物 二人手拖手出鏡的畫面一出 瞬間轟動了整個香港 踏上閨物老公的狗血戲碼 竟然發生在汪亞姐身上 驚掉了所有人的下巴 何守信在主持節目時 和汪明荃經常合作 可能時間久了兩個人就暗生情緒 得知兩人有染的歐家衛怒火中消去片場找到汪明荃 且他的頭髮對其帶打出手 現場兩人一輪撕打 呼捨頭髮 罵得非常難看 何守信與歐家衛離婚的傳聞 敦是滿天飛 汪明荃成了千夫所指的小三 兩個女人的爭鬥 找著終極決定權的 還是中間哪個男人 不久 何守信和汪明荃同赴英國陸制節目回來後 性格剛烈的歐家衛立即宣布離婚 受盡情商的他漸漸退出影壇 遠赴到美國聖地牙哥定居 徹底脫離公眾的視線 歐家衛氣質出眾 爭視當紅女性 因為擅長游泳而被稱為影壇美人魚 他追求者眾多 曾有富豪為博他一兆 建了一個豪宅社區 命名為家衛員 這個社區 至今都是香港有名的老牌豪宅 住客非負側貴 1975年 何守信與汪明荃前往英國陸制節目 反港後 南方分辨 如果汪明荃是第三者 何守信離婚後 他們就應該順理成將在一起 但沒有 1983年 汪明荃宣布離婚 此後 他才與何守信慢慢發展成為情侶 據何守信透露 他與汪明荃的感情關係沒有大家想像得那麼長 他們從80年代開始拍拖 而且從來沒有同居 1987年 何守信移民到加拿大 他依舊與汪明荃保持情侶關係 維持了大約兩三年才結束 達入90年代分守後的汪明荃與羅家英相戀 除了汪明荃 何守信的女朋友名單上 還有溫柳眉 景代音等等 其中 溫柳眉曾公開大罵何守信一腳搭兩船 藍外 花心 爛滾 二人分手是因為溫柳眉遭遇重大車禍 導致毀用 何守信回應此事時 自責不懂得如何處理變了的感情 傳言 汪明荃與何守信相戀時 也跟溫柳眉一樣受到南方的非民困擾 歡樂金蕭幕後工作人員透露 汪明荃操意很大 真要求節目監製將何守信與小花膽們分開 不讓何守信跟其他女人有獨處的機會 而何守信與汪明荃紛紛合合糾纏多年 感情也沒有修成正果 更因頻頻爆出桃色新聞而聲名狼直 1985年 何守信捲入一宗桃色勒索案 事情的起因是何守信在電視台參加活動之後 找了一個母女帶去酒店 莫多狗房門就被踩開 踢門的人拿著照相機不停地拍照 聲稱是母女的男朋友 要求何守信賠錢否則就將照片公之於眾 這件事情如果被公佈 明星事業都位於一旦 無奈之下何守信答應給錢 但他私下報警 原警秘密行動就取巧詐勒索一行人 愛於其相當高的知名度 採取不公開審理幾人全部被判刑 何守信身邊的美女余魂 爭語溫柳眉 景代音等拍拖 可私底下照樣風花雪月 可見男人出軌 跟女人漂亮不漂亮並沒有關係 這這事天性使然 與何守信的這段婚愛情 讓汪明傳受到深深的傷害 導致浪費了一大段光陰 錯過了最佳生育時間 這段感情算是光光烈烈 但沒有修成證果 當時的他已經被視為渣男 一時間無法在香港娛樂圈待下去 1988年他只能離開TVB遠走加拿大 移居加拿大後他已婚取了藝人陳麗絲 夫妻兩曾接受審殿下有緣相聚的訪問 談及與汪明傳的這段情 說自己曾經很喜歡他 最終花心誠聖的何守信 在1996年呈定歌手陳麗絲 兩人的一段愛情 有轉視始於1989年的移民潮 當時兩人一樣都選擇移民到多倫多 相聚時間多了 加上大家也曾是電視台的藝人有共同話題 因此便開始拍拖 自1996年結婚 何守信針對媒體說 陳麗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他也為了妻子甘願以加拿大為大本營 即便在1994年至2011年間 他仍有回流香港為亞市主持節目 但一收工就會趕回去加拿大與妻子團圓 2011年何守信正式離開電視台 轉投香港電台主持《開心日報》 與陳淑蘭等人做拍檔 一年做足7年後正式離開並宣布退休 返回加拿大陪老婆陳麗絲養老 他表示自己一直都沒停過 無論亞市無線網電台 已經做了30多年 如今踏入8字頭退休也是理所當然 對於這段婚姻陳麗絲透露自己 不會刻意改變對方 生活隨意志在就好 也許陳麗絲比汪明傳更適合何守信 而何必取了陳麗絲之後 再也沒有傳出飛聞 感情算是安定下來了 如今何守信露面狀態那麼好 他的婚姻必定幸福安穩 致答案 貼文 好